接下來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持續要來關注到的就是 永齡基金會還有台積電以及慈濟 三個民間組織和公司捐贈給台灣 是1500萬劑的BNT疫苗 現在是陸陸續續到貨了 因為我們看到呢 9月2號的時候是有93萬劑 那到了9月9號的時候還有91萬劑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要安排給12到17歲的學生 讓他們可以趕快來打疫苗 來增加他們的保護力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呢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 詹長全他在他的臉書上面 發文指出了這個依據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聲稱 說在年底呢 BNT疫苗是有可能有800萬到900萬劑 這樣子的數量送到台灣 那麼詹長全他是建議啊 把BNT疫苗就是作為9月到12月之間 台灣新冠疫苗接種的主力疫苗 那就是規劃說可以給全民都來施打 那麼對此呢 前民進黨立委呢 陳文倩他也是分享了 詹長全教授他的臉書 而且呢給出了四個建議 說應該要妥善的來分配喔 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來看到就是第一季 還有第二季其實要是同步一起來施打的 那麼第二就是說這個排序呢 是要依照年齡來排的喔 希望就是可以按照年齡這樣子排下來 那麼第三點就說了 第一劑接種從40歲起呢是向下 向上來逐歲的依序擴大 那麼疫苗的種類是以AZ為主 其次是BNT最後才是莫德納 那麼最後一點他就提到說啊 這個第二劑呢是以年齡 由高到低這樣依序的擴大 那麼同排的疫苗呢接種 不同排的疫苗就混打並行喔 那麼陳文倩他就解釋說啦 因為台灣的新冠疫苗到9月3號為止 第一劑的覆蓋率其實是來到了44% 但是我們的第二劑的覆蓋率就只有4% 所以這個第一劑和第二劑 接種的覆蓋率之間落差太大了 這個會是面對Delta疫情 一個一定要來改變的防疫缺口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台北市的部分 現在是包含了中正啊 還有松山等等的區域 就是有好幾所的學校是被衛生局 匡列停課 就是希望可以來防堵北市 幼園園的這個Delta群聚感染喔 新北市這邊的群聚 但是沒有想到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她是突然的PO文 她提報說日前也被匡列的 文山區的學校呢 中央認為說只需要列為 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黃珊珊她表示啊 中央系統還是把資料刪除了 但是北市府仍然堅持是要用 最高規格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指揮中心他們給出了回應說 他們沒有刪除 只是改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受到新北某幼兒園影響 台北市不少學校被緊急狂列停課 但是副市長黃珊珊十二號下午 突然發文怒批中央 指出文山區一所國中一所幼兒園 原本被台北市衛生局狂列 隔離到九月十四號 但是中央認為文山區第一圈的高風險 接觸者不需要被隔離 要改列自主健康管理 不僅心稱中央地方不同調 黃珊珊以批評防疫 不該這樣鬆懈 系統上他就沒有辦法 直接用電子的隔離書 後來我們就是開紙本的隔離書 那我也覺得這件事情後來 他驗出來他是data 台北市除了文山區 一所國中一所幼兒園 還在匡列隔離當中 在南港中正大同和中生區 還有三所國小四間幼兒園 先前也被匡列 預防性居家隔離 北市府表示 因為目前採檢都是陰性 預計十二號晚上 就能發出捷歌通知書 但是對於文山區兩所學校的接觸者 北市堅持有匡列的必要性 專家也認為 Delta病毒傳染力強 應該謹慎處理 因為這個病毒 它的傳染力非常強 它不是一般的病毒 所以你不能用老的方法 這個是地方的職權 中央不要干涉太多 指揮中心回應 尊重地方從嚴狂烈 也澄清必問刪除狂烈資料 不過面對Delta病毒 高傳染力的威脅 專家也一再強調 不能再用老方法處理 否則就怕引爆下一波疫情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 請蔣指站 請請 請 dah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